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快事上巨头Shine提交申请赴美上市 中国医保局常胡敬林任税务总局党委书记 拜登的视频被篡改 使演讲显得不自然的慢速 中国央行增加流动性以控制短期利率 请大家收看 快事上巨头Shine提交申请赴美上市 《华尔街日报》 在现实上公司Shine已在美国秘密提交了IPO申请 估值可能超过其在5月份融资轮中达到的660亿美元 这家成立11年的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时尚品牌之一 2022年实现了230亿美元的收入和8亿美元的净利润 Shine像150多个国家的客户销售商品 但不包括中国 并且越来越多地进军新领域 如成为第三方卖家的市场 该公司还因其供应链 以及是否从中国新疆地区采购棉花而受到审查 中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 他不能再以气候问题为借口 声称自己贫穷吗 彭博社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不断增加的排放量 对全球气候变化外交的假设构成了挑战 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首次重大气候变化会议时 中国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排放量和人均收入都很低 然而 中国的快速增长 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和煤炭生产国 现在的碳排放量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 在人均能源消耗和污染方面 中国现在超过了许多稀有国家 此外 中国的经济接近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分类门槛 这种转变对全球气候谈判有重要影响 这些谈判通常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辩论 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和碳足迹 意味着它不再舒适地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 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风险最大 可能难以将中国的地位 与其作为发展中国家盟友的角色相调和 中国有机会拥抱其作为富裕国家的新地位 并在气候行动中扮演领导角色 中国央行增加流动性以控制短期利率 日经亚洲 近几个月来 中国金融当局一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流动性 以限制因政府债务增加而导致的短期利率波动 中国人民银行PBOC一直在进行每日逆回购操作和每月中期借贷便利操作 以管理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 在截至11月17日的五天期间 中国人民银行注入了3.21万亿元人民币4540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由于政府债券进入市场导致利率上升 央行正在进行干预 中国的经济放缓不会阻止东南亚的增长 日经亚洲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未来也变得不确定起来 中国从投资转向消费的转变 引发了人们对其能否避免突然放缓的质疑 考虑到其投资推动的信贷驱动性质和高债务水平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至2019年间下降了一半以上 预计到本十年末将进一步放缓至3.5% 东南亚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紧密 但这种关系正变得越来越不平衡 该地区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增加 出口增长减少 贸易和投资顺利进行 中国将关注越南铁路和高科技互联互通 南华早报 中国和越南正在寻求加强经济联系 重点是改善互联互通和促进铁路联系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支持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贸易协定的努力 并建议两国之间的贸易结算可以使用各自的本国货币进行 尽管越南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地区存在争议 但他们设法将海上争端与经济互动分开 从而在近年来改善了贸易关系 中国推动银行设定私营部门贷款目标 日经亚洲 中国监管机构呼吁银行为私营部门设定年度贷款目标 以鼓励投资和就业 中国人民银行和七个政府机构发布了一份包含25项支持私营经济的措施的通知 该通知还要求银行在评估分支机构和员工时更加重视私营部门贷款 这种金融支持将适用于私营部门的广泛业务 包括房地产行业 该行业一直难以获得融资 中国医保局常胡敬林任税务总局党委书记 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出席国家税务总局领导干部会议 11月28日上午宣布 胡敬林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 免去王军的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职务 胡敬林简历 胡敬林 男 汉族 1964年6月生 安徽社县人 198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8年8月参加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劳动人士学院研究生毕业 或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 社会合法制委员会委员 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 党组书记 1992年至1994年 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副处长 1994年至1998年 分别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企业司副司长 期间 1995年2月至1996年3月 挂职任云南省宝山地区刑署副专员 1998年至1999年 任财政部财产评估司司秘书 1999年至2004年 分别任财政部财产评估司副司长 经济建设司副司长 2004年至2007年 任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 2007年至2009年 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 新闻发言人 2009年至2014年 任财政部部长助理 党组成员 2014年至2018年 任财政部副部长 党组成员 2018年 任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 党组书记 中国最新的疫情爆发 让民国们感到创伤后应激障碍 彭博社 中国爆发呼吸道疾病的报道 在一些国家引发了恐慌 然而 中国已经透露 这种疾病并不是神秘的病毒 而是冬季病毒的混合体 中国迅速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详细信息 表明北京正在合作并有效应对 儿童的疫情爆发可能是因为 中国解除了疫情时期的限制后 对其他病毒的免疫力下降 然而 由于中国在病毒爆发期间缺乏透明度 人们对此仍然持怀疑态度 星期二简报 延长加沙停火的协议 纽约时报 根据卡塔尔官员的说法 以色列和哈马斯已同意将目前的停火延长两天 这一延长将允许更多的援助物资提供给加沙 并释放更多的人质 囚犯和被拘留者 最初的停火协议 人定于今天到期 但以色列官员表示 根据最初的停火协议 第四次人质和囚犯交换将继续进行 昨天 哈马斯释放了39名以色列人质 以色列则释放了117名巴勒斯坦囚犯 此外 自上周五以来 加沙还单独释放了19名人质 停火的延长还将延缓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 这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 并给220万居民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 这一延长发生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官员 继续在开罗进行谈判的背景下 这些谈判由埃及和卡塔尔斡旋 旨在达成更长期的协议 拜登缺席气候峰会凸显他在化石燃料问题上的困境 纽约时报 拜登总统将不会出席 今年在迪拜执行的联合国年度气候峰会 因为他正专注于其他国际危机和国内的竞争性政治压力 拜登因允许新的石油租赁和加快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 而激怒了环保组织 以帮助其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能源危机 他呼吁化石燃料公司生产足够的燃料 以防止天然气价格飙升 然而 总统签署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气候法案 至少像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技术 注入了370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政府官员表示 拜登出席峰会的希望 受到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战争的复杂情况的影响 但一些高级助手正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 并进行此次旅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缺席峰会 日记将有100多位其他领导人出席 包括教皇方几个和法国总统艾玛纽尔·马克龙 德勤和毕马威要求人工在前往香港时使用一次性手机 金融时报 据报道德勤和毕马威建议访问香港的美国高管使用一次性手机 而不是常规工作手机 原因是担心数据安全问题 几名麦肯锡顾问在前往香港时也携带了另外的手机 这一举措反映了全球企业在香港面临的日益困难 香港受到北京方面的加强控制 并实施了国家安全法 分设备的要求已经存在一段时间 但由于新冠疫情的旅行限制 其影响一直有限 日本和越南加强安全关系 关注中国 日经亚洲 日本和越南已经同意加强防务合作 可能涉及到东京的官方安全援助OSA计划 因为越南对中国在海上军事建设的增长越来越担忧 两国已经同意增加防务交流 并通过OSA计划探索合作 根据该计划 日本向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提供防务装备 此举发生在越南与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争端中 中国一直在扩大其军事存在 英国投资部长将目标对准中国和中东投资 彭博社 英国投资部长多米尼克·约翰逊表示 他希望吸引中国投资者 特别是在电动汽车制造领域 尽管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存在地缘政治紧张关系 约翰逊表示他欢迎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强大商业合作 他还欢迎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投资 称英国是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经济体 USDC稳定币将与SBI合作在日本首次亮相 日经亚洲 日本金融集团SBI Holdings与Circle Internet Financial合作 将USDC稳定币引入日本 SBI旗下的加密资产交易所SBI VC Trade将在注册为电子支付方式 提供商后开始处理USDC SBI VC Trade还将考虑处理由Circle发行的以欧元为支撑的稳定币 另外JPYC与Prognet合作 探索发行一种以日元计价的稳定币支付上没有上线 其他日本银行包括三菱日联银行和大和银行 也在考虑发行稳定币 塔内基分析师表示 到2030年代印太地区将出现大规模导弹建设 日经亚洲 根据国际和平协会塔内基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安基特 潘达的说法 到2030年代 印太地区将出现导弹的大量增加 包括美国 中国 朝鲜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和台湾等国家 都在寻求扩大他们的军火库 他警告说 先进常规导弹系统的增长可能与核战争的风险相交叉 潘达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建议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美国基金盟友 公开放弃对国家领导人的任何先发制人攻击 苏纳克以英国的低税政策吸引国际投资者 金融时报 英国首相Rishi Sunak在伦敦的一次峰会上 将低税收政策作为英国吸引国际投资者的核心要素 进行了介绍 苏纳克强调了英国在创新和熟练劳动力方面的优势 峰会包括约200名高管 包括Blackstone的Steven Schwartzman JP Morgan的Jimmy Diamond 和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的总裁Yasser Al-Rumain 英国已将公司税提高至25% 但也为投资于设备和机械的公司引入了税收减免措施 日本寻求超越中国寻找电动汽车和芯片材料 日经亚洲 随着中国加强出口管制 日本企业正寻求多元化电池材料供应 中国决定对石墨出口实施许可证要求 而石墨是制造电动汽车里离子电池附级所必须的材料 中国占据了日本天然石墨供应的80%以上 任何中断都可能导致日本企业成本上升 日本企业现在正在寻找该材料的替代来源 包括澳大利亚 莫桑比克 挪威和加拿大 朝鲜和美国特使在联合国罕见地公开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路透社 美国和朝鲜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 就朝鲜最近的间谍卫星发射 和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美国和朝鲜大使就各自国家的防御行动进行了争论 美国否认了朝鲜声称其导弹发射是防御性质的说法 美国大使还提出了无先决条件的对话 而朝鲜则表示将继续加强自身能力 直到持续的军事威胁被消除为止 联合国安理会在如何处理朝鲜问题上存在分歧 俄罗斯和中国呼吁放松制裁 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则主张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拜登将跳过联合国气候峰会 引起环保人士的不满 华尔街日报 根据白宫的消息 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不会出席 本周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虽然没有给出拜登预计缺席的正式原因 但这与他的政府关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有关 气候倡导者批评了总统的缺席 一些人认为他的政府在应对气候政策方面做得不够 拜登在过去几年中都参加了这个峰会 并利用这个机会推动他的气候议程 泰国总理Sweza在推动电子钱包计划 以刺激经济方面面临艰难的推销 日经亚洲 泰国总理Sweza Savicin推动立法 授权5000亿泰铢140亿美元的借贷计划 用于资助一项每人1万泰铢的数字津贴 这笔钱将直接发放到5000万名月收入低于7万泰铢的泰国公民的数字钱包中 然而 议会、财政和司法问题可能会延迟该计划至少到5月 总理的内阁还寻求快速成功 包括从9月起减少电力和燃料成本10%的补贴 这导致全国发展管理学院NIDA调查的40%的受访者有些不满意到非常不满意 总理还试图在海外取得成就 包括从亚马逊网络服务、谷歌和微软获得3000亿泰铢的投资承诺 然而 Zweza的主要任务将是制定和通过授权数字津贴计划借贷的立法 日本丛林主题公园旨在吸引游客前往冲绳 日经亚洲 2025年 一座名为Junglea的新主题公园将在日本冲绳线开放 该公园将提供热气球乘坐、恐龙袭击模拟、温泉和餐厅设施等多种娱乐项目 该运营公司将投资约4.7亿美元进行开发 并旨在吸引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游客 因为冲绳与这些地区的距离较近 该公园由市场营销公司Katana主导 该公司以其在日本环球影城的工作而闻名 日本的主题公园正在从Covid-19的影响中恢复 2022年市场规模已达到2019年的80%以上 外国游客在恢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荷兰允许中国拥有的Next Perea收购芯片初创公司Noi 路透社 荷兰政府宣布不会阻止中国公司Next Perea收购位于德尔夫特的初创企业Noi 政府对这笔交易进行了评估 发现没有法律上的反对意见 中国的Wingitech公司旗下的Next Perea于2022年收购了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的Noi 荷兰政府决定在2023年5月对这笔交易进行事后审查 但现在确定对收购没有任何担忧 归亚纳劳公布调查紫金矿业金矿发生的死亡事件 路透社 归亚纳劳公布正在调查奥罗拉金矿发生的一起卡车操作员死亡事件 该矿由中国紫金矿业公司运营 事故发生时 两名来自中国国有工程公司的卡车操作员相撞 此次调查发生在紫金矿业在苏里南的子公司发生另一起事故之后 当时15名非正式金矿工在一个悬崖崩塌时丧生 紫金矿业在南美遇到过之前的问题 路透社的调查揭示了犯罪团伙控制其在哥伦比亚的布里蒂卡特许区的一些隧道 拜登的视频被篡改 使演讲显得不自然的慢速 事实核查 雅虎 根据今日美国的事实核查人员的说法 一段在Instagram上发布的视频被篡改了 视频中似乎显示总统乔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话非常缓慢 这段视频被减速处理 使得拜登的讲话速度看起来更慢 视频显示了拜登在11月15日的一次演讲中的片段 他在演讲中提到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减少从中国非法进口分泰尼到美国的问题 然使得C-SPAN和CNN新闻发布会的镜头显示拜登以更自然的速度说话 大众汽车高管警告工会可能会裁员 金融时报 大众汽车VW高管警告称 在与德国汽车制造商的工会继续谈判时可能需要裁员 这一警告是在VW准备进行一项价值110欧元、119亿美元的削减成本计划之际发出的 VW品牌负责人托马斯、谢福、Thomas Schaefer表示 旗舰业务的汽车利润不足以独立为电动汽车转型和未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谢福补充说 该品牌的管理成本过高 工厂生产效率不够高 成本高于竞争对手 VW品牌在6月份宣布了到2026年削减110欧元成本的计划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整理了一些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关于快时尚巨头Shine提交申请赴美上市的消息 Shine是全球最大的时尚品牌之一 最近提交了IPO申请 估值可能超过660亿美元 这家公司在2022年实现了230亿美元的收入和8亿美元的净利润 销售商品便及150多个国家 不过 Shine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比如供应链问题和从中国新疆地区采购棉花的争议 另一则新闻是关于中国的气候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排放量不断增加 对全球气候变化外交造成了挑战 中国的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 人均能源消耗和污染也超过了许多西欧国家 这对全球气候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难以接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角色 中国有机会在气候行动中扮演领导角色 并拥抱其作为富裕国家的新地位 接下来是关于中国央行增加流动性以控制短期利率的消息 近几个月来 中国央行一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流动性 以应对政府债务增加带来的利率波动 这种干预是为了管理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 我们还有关于中国经济放缓对东南亚的影响的消息 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引发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 中国从投资转向消费的转变引发了人们 对其能否避免突然放缓的担忧 东南亚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密切 但这种关系正变得越来越不平衡 该地区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增加 出口增长减少 还有关于中国和越南加强经济联系的消息 中国和越南正在寻求加强经济联系 特别是改善互联互通和促进铁路联系 两国商务部长表示支持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努力 并建议两国之间的贸易结算可以使用各自的本国货币进行 还有关于中国推动银行设定私营部门贷款目标的消息 中国监管机构呼吁银行为私营部门设定年度贷款目标 以鼓励投资和就业 这种金融支持将适用于私营部门的广泛业务 包括房地产行业 最后是关于卡塔尔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将延长两天的消息 卡塔尔官员宣布停火将延长两天 以便释放更多的人质和囚犯 这一延长将使以色列对加萨的轰炸暂缓 并为加萨提供更多的援助物资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 Shan提交申请赴美上市 这表明中国的时尚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其次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排放量增加 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有机会在气候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 此外 中国央行增加流动性以控制短期利率 这将对中国的金融市场产生稳定的影响 最后 中国和越南加强经济联系 将有助于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区域稳定 这些新闻引起了我们的讨论和思考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提问和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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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選自